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玩唱功時間12點0 竟然是10月25日 星期五 星期二十歲二十七號這個 去粉嶺那個農場考察 然後他說 我未簽通告 就不會計算我的保險 就是說我是沒有保險 什麼意思呢 受傷 他不會有些補償 但是基本上可能是受傷 但是基本上沒什麼可能會受傷 只要你小心一點就行 我們中文科有一個新的網上 練習叫做I Learner 就已經取代了I Learner 但我現在覺得新的I Learner是非常嚴格 因為每一個練習裏面 如果你達標率少於四十分 你就要重做 但我心想 我怎麼知道什麼答案 基本上 一個MC 就有五個選擇 還要有五題 那你選擇那一題 就對了 他只有五分一而已 所以說 現在重做得很快 但我又不知道他 怎樣才算一篇 做那麼多 只有十一篇 但相比起 I Learner 我以為很寬鬆 雖然中三話 一定要達標才算 但中四 高中以來 你做多少篇的話 他不會理你 到底適合多少成 即是不會你適合 適合一半 你說錯了 他都會計你的 但相反 I Learner 一定要你高過四成 才可以 Pass到 即是新鮮 新鮮 每個人都生氣 怎樣做呢 我 先從十點幾 做到起碼 十幾篇 但他仍然說 我做了十... 但... 我記得我回學的時候 做了十一篇 但我... 即是先從十點幾 做到起碼 十八個 但他仍然說 我做了十六個 計算買賣 新鮮 11加16 不是27 為什麼仍然都是... 十幾那麼少的 他說 我自十月幾開始 已經完成了十七篇 但我... 自從這個計劃開始 已經完成了三篇 所以... 我不知道他怎麼計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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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們... 我們班已經有班褲 那就可以穿,但這班褲他用來... 擋冷氣,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說,保暖 一...你一邊冷氣吹著就不會覺得冷 如果你穿著的話 但現在已經是十月尾,基本上自己是秋天,很少開冷氣 但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MISS說,這件班褲不可以在學校穿 然後失想,有說過 我只記得他說,不可以穿街外套 但基本上我還記得我一月幾個時候穿了幾個黑色底衣回來 然後被人機 既然之後... 領導生那個理由是什麼呢? 如果... 不是寒冷天氣警告... 即是寒冷天氣警告... 不...如果沒有寒冷天氣警告的話 就不可以穿黑色底衣回來 但我新想,你有說過什麼? 我只記得你開學的時候說 如果... 發出了寒冷天氣警告 你才可以穿戒漏 但是你沒有說過 可以穿黑色底衣 你這樣說 即是所有人都犯了 所有人都已經犯了校規了 真的... 我覺得你穿黑色底衣 你不記就要記我 然後他說 你穿得太明顯 所以一定要記 但基本上現在... 班衣 學校不可以穿 那如果不可以穿的話 那我想問你買來做什麼呢? 你買來學校穿不到 難道你出街穿? 不...應該是說... 應該是你回到我 不可以穿 因為你拾給他們記 所以說你回到我之後 去到火箱 你才可以穿的 從來沒有聽過說 不可以穿班衣 班衣 班衣都是學校的衣服 但是他說 你們不可以穿班衣的 如果你過了一棟 你可以穿爪毛外套 你可以穿P-E外套 但是我心想 如果一組這些外套 那為什麼要買班衣 如果要學生的角度 就是說班衣 既然是用來留念 因為將來你... 將來你... 將來你... 上去之後你就... 你就回憶一下 那件外套是誰的 但我見... 但我見... 學校都有人穿 但沒有人發現到 好像不可以 但我們就說 不可以穿 一幅多 一幅多 所以 要是 八日 十両 按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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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